大少爷 老爷请你回家 说过 从他害死我 从我们那一天起 我就不会认他这个言语 我已经结婚了 也不用回你们那恶心的故事 少爷 当年的事你误会家主了 而且家主如今重病 顾家积取你来掌权呀 公主少爷 公主 别告诉我 你别告诉我 老子永远都不会回顾家 少爷 少爷 苏管家 那今天结婚是爱回家呢 人呢 那这样 有消息了 你没事 老婆 我回来了 顾学生 立刻签字 和女儿离婚 妈 谁是你妈 想当我的女婿 你也配 妈 你 顾西辰 你听不懂是不是 我岳母 不让你喊 要喊也是我喊 妈 哎 老婆 这是什么情况呀 顾西辰 你不准叫我老婆 赶紧收拾有东西给我滚 废物 还愣着干嘛 盈盈怎么就是我的 顾西辰 你不配待在柳家 赶紧把这份嫌疑给我签了 滚出去 你们 顾西辰 你竟然背叛我 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 啊 讨厌 顾西辰 当初要不是我爷爷 非要我嫁给你才给我分一扇 你以为我会和你结婚 顾西辰 你一个臭送外卖的 能配得上我的妞 嗯 有没有 人家之前的温柔死者全是你装的 爷爷才走了两个人 你就断了我的经济难以 还逼我去送外卖 现在你们还要赶我走是吗 我女儿呀 只有像天泽这样的富二代才配得上 你一个外卖狗 赶紧给我死远点 难道 难道我在你们柳家当英座马这么些年 我们俩你们一定要尊重吗 顾西辰 你的尊严 可不值钱呀啊 我们柳家供你吃供你穿 你当柳一座马是你自愿的 怨不得我们 你别太欺负人了 你这个废物 你的尊严值几个钱 我失去的可是黄金棒的青春 你不收拾到给我带你暴走 就算离婚也是我归手救了你 顾西辰 你一个臭袍推狗 被抛枪可是你 哪人底气跟我说 剩我真是可笑之急 啊 我 我一定要让你为今日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喂管家 喂 少爷已经离婚了 什么 少爷离婚了 太好了 你们快去随我接少爷回家 西城离婚了 你们准备直上街 带上百亿架子 跟我去求婚 慢着 这些都是你的破烂垃圾 全部给我带走 可别葬了我柳家 快滚 好 柳莹 就算我眼下 挫把山崎倒是凤凰 今日之处 大日 我要你加倍中完 你就会后悔的 我会后悔 顾西辰 跟安心戴着你的垃圾给我滚 从此以后 你和柳家再无任何瓜葛 敢在地图库上 我看你吃饭 来人 长子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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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 顾西城 只要你跟我完婚 我下时提倡所有股份 百亿资产就当时你 连我也是 什么 和顾西城求婚顾西城 你还专门找到个演员来演戏 美女 他给你多少钱 我杨天子给你双倍 你你敢调戏 你敢打我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可是身价百万的富二代 你连我也敢惹 可能下时千金下千千就行 你惨了 区区百万也敢认识富二代了 你真是不是天高标 天子 他目中无人你 我觉得你现在就该教训他 你这个贱人 你敢打我 打你又怎么样 你这种贪慕虚荣的败剧你难道不该怎么 就你高尚 谁不爱钱 他这种人给你 你又 告诉你 顾少是我求之不夺的 你这个臭人 不仅不知道珍惜还如此 真是假 骞子 他打我 我看你长得不错 给你一点颜色 你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是不是 我告诉你 今天 你必须跪下来给我道歉 敢让我给你道歉 你做梦 你话不是很多吗 来人 割了他的舌头 打到他的腿拖下去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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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要干什么 拨开我 女生狠人了 女儿快走 我们心中都没看见 不知死 四肠 你还没答应我的求婚呢 千千 你对我的后爱 说我不能答应 我刚 情侣完影 一场失败的婚言 我还不想开始下一座 你回吧 你们上西场 我不会放弃的 我们来人方程 少爷 请上车 顾家害死我父母 母 少爷 其实你误会老爷了 世人 都以为老爷子当年 嫌弃你母亲的身世了 所以 阻止你父亲与他成婚 最终 你母亲生死了 父亲也许久了 人家不是这样 所谓什么 豪门 连自己的婚姻都不能找 你告诉我什么意义 少爷 其实老爷当年已经接受你母亲了 但是 你母亲患了癌症晚期 他不想让你父亲伤心选择独自离开 决定生死 也正是这件事 老爷 跟你父亲产生了误会 你父亲 决定选择殉情 什么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 少爷 这是 你母亲当年那决定性 对不起 爷爷 送过钱了 你可送我回顾家 结果帝国集团 太好了 少爷 我这就安排专车去结束 来 牧总和全地员工 随时迎接你 算了 我还这么好惯 我还自己学过去 这个交给 这 我先 白副总好 亲爱的 你们在咱们帝国第一场当副总 这说太厉害了 我今天真光来这里 真是尊心有幸 做我的女人 以后有你长见识的时候 那当然了 不知道你们这种才 才真是可学美的 连你都没有见过 顾西成 你怎么在这里 我警告你啊 我现在可是 对国第一阶段 来做总的预料 你要是敢找我 麻烦 你就完了 哎呀呀呀呀 你还真会给自己脸上贴金 我可没空跟踪你啊 我可没空跟踪你啊 不过 哎 你找男人速度还挺快的 就是 眼光不咋好 区区不足 我看不上 哟 你个废物气序 还调侃起我来了 你这个人本事不大 口气还不小 要真不看看自己有几斤几两 就在这话跟我装算 我让你嚣张 白刚 你私自带柳英来公司 还是零此不尽用的 小心我让你当不了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说不当我就当不了了吗 不像的 赶紧躲 今天我们帝国第一集团 要接新上任的董事长 你小子赶紧给我滚 就是 你要是赶惹了帝国第一集团 董事长的部阀 小心你贱命不保 你刚才真是会构杖人士啊 谁让你骂 你小子多笨 等我接完董事长 再找你算账 恐怕你没那个机会 你们两个赶紧把他给我带走 是也白分钟 我赶紧给我滚 这时间已经过了 董事长怎么还得了 不行我得打个电话问 这哪来的声音呀我 是在找我吗 什么 难道他就是董事长 怎么可能 一定是看我们白副总打电话 自己愿意上的手机应上吧 董事长 我看你吃了雄心boss 还敢装什么董事长 让你让 哎白副总 谢了你没事吧 我杀了你 顾西诚你完蛋了 因而再再而三的招惹我男朋友 你就等着风常能代价吧 哎呀 但是你男朋友自己腰不好 怪不得我 真是不知好点 赶紧跟我们白副总道歉 就是赶紧下跪道歉 吴西诚 我给你三秒 现在立刻跪下来给我道歉 三 二 三个 问上谁跪下了 苏管家好 苏管家 你来的正好 我正在教训这个不知天高低厚的混蛋 你放心 我现在就让保安把他给抓下去 哎 看你 我腻了吧 不好意思 书下来吃 什么 这 这怎么可能 顾西诚居然是帝国第一集团董事长 杜管家 起来吧 是少爷 咱们的员工 丘须拍马 屈颜不须 你觉得该怎么样 一天出货 董事长才来第一天 就惹董事长不开心 那你们是不想干了 不不不 苏管家我们想干我们想干 对对 对不起董事长 我们错了 请您开安 董事长董事长 我们真的知道错了 请您原谅 我该死 我该死 够了够了够了 这次就给你们个警告出 莫出你们所有的奖 对再有下次 我绝不信 是是是是 谢董事长开安 谢董事长开安 谢董事长谢董事长 刚子 到你了 你觉得我要怎么惩罚你呢 董事长 你看在我这么多年 没空聊有苦劳 你给我一次改过重新的经文 我下次绝对不敢再犯了 现在知道道歉了 晚了 苏管家 把他的什么破副总身份 给我开除 扔出北城 是上 不要不要 董事长董事长 你既然是董事长 你为什么骗我 西城 之前说我不是好歹 求求你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就 跟你样子 一个人是变脸比翻书还怪 我告诉你 像你这么恶心至极的女 就懂得你们牛家破产吧 操走 上 神经病 春天 天阳 我今天接到咱们大学同学 你这身西装真好看 不像我 刚送外卖 外卖服都没来罹患 也不知道 会不会被曾经嘲笑 放心吧 我们的外卖服 既保暖又失诚 不会被人嘲笑的 不过西哥 我听说你已经分了 不过没关系 还是要好好生活的 天阳果然是我的真心朋友 一会儿一定要给天阳点一些好菜 我知道 走吧 哟 还真是你们俩呀 这大老远 就看见你们这两个穷鬼了 你怎么说话 怎么 我没有听 我要别说错 顾西城 你以为你换身西服 你就不是第一件的外卖服 你 花月 咱们好歹同学一整 你说话有必要这么难听 几年不见 你素质怎么这么低了 是 谁有你顾西城素质高安 啊 一直给前妻绿了的 我倒是 从底发绿 都不忘用前妻的钱 换一只西服来装逼 你素质得真高啊 老公呀 你这同学还真是可笑 你赶紧进去吧 别和这种穷鬼废话 免得呀 您想的心情 对了不行 怎么跟谢天阳学习 穿上外面都多好 这做人呐 穷鬼不是穿了什么衣服 吃起 这网语仗着自己是 那个小公司的副总 这太嚣张跋扈了 我 我看我还是走了 什么都被人家欺负 别别别 我们还是进去吧 其他同学 肯定为网语不赢 啊 那我听你的 你再等我一下 我去给咱们点一菜 啊 你想请客 你是不是傻呀 那里面都是大老板 让他们请呀 咱们每个月 就那几千块钱 都不够他们当零花子 你还 放心 我先点吃 真是傻子 大辉 一会儿顾西城他们进来 咱们可以有多玩 好呀 这我同学回到乐子 不就来的吗 大辉 好久见 顾西城 你还真穿着西装来装逼啊 你这被戴绿帽子 挣的钱还挺多呀 不如我给我们美人 来一块西装呗 你 你怎么也别人这样 就是 大辉 你们就别拿西城 伤心事 当乐子了呗 谢天阳 你一个出送外卖的 我说话 你差什么嘴 我 顾西城 谢天阳 你们这种人 根本不配合我们 同桌吃饭 也不知道罗总是怎么想的 让你怎么聊的 就是呀 我们可都是有身份的上等人 和你们这种下等人吃饭 真是拉低了我们的档次 上等人 就你们这样 也敢自称上等人 嗯 我告诉你 你别以为你都留几个臭钱 就能自诩上等人 你 老公 他这个废物 竟然敢怼我 顾西城 我们能让你进来 已经够给你面子了 别蹬鼻子上脸 要是再对我老婆不敬 你也好看 好了 王宇西城 你们别吵了 大家毕竟同学一场的 这 黄飞组的局 他还没来 咱们这么吵 不太好看 谢天阳说的也是 计划自己也不划算 来王宇 我们坐 来 坐 哎 我可没说 让你们两个坐呀 谢天阳 你也不看看你穿的这衣服有多脏 这里可是五星级酒店 你弄脏了 我们很没面子的 就是呀 你们还是站着吃吧 反正送外卖的狗 也习惯站着或者蹲着吃了吧 你们简直气得太瘭 哎呀 别生气嘛 你们想坐 也不是不可以吗 对 我们可以让你们坐 这样吧 你们俩跪下 给我们敬一杯酒 我就让你们坐下 跪吧 你 你们怎么能这么对待我们 我们只是没钱 但是 我们有尊严呀 谢天阳 你到现在怎么还是这么天真 穷人的尊严算尊严呢 告诉 在这个世界上 有钱有事才配谈尊严 对 胡说八道 像你们这样的人才不配谈尊严 我告诉你 想让我顾西城跪下 你白日做梦 你白日做梦 胡锡城 你很有骨气吗 这一巴掌我都要看看你能硬气到几分钟 你的手痛不痛哎 胡锡城的脸皮这么厚 小心伤到了 王远 我警告你 我对你们的忍耐是有限度 你要是再敢动我 我真对你不客气 好怕呀 胡锡城 你吹什么牛呢 就算我们打了你 你个臭外卖狗 又能拿我们怎么样 我就看不惯你装逼恶心的样 今天我好好教教你规矩 你 西城 你没事吧 这 谢天阳 你还真是他的好兄弟呢 大家都来了呀 不好意思 龙上人家堵 你们这是干嘛呢 黑哥 你怎么算来了 顾西城这个穷鬼一尺装品 看他太令人讨厌了 就是啊 罗总 你刚可是错过了一出好戏呢 方飞 你怎么喊这两个穷鬼过来 也太有诡气了吧 西城之前可是我们的大班长 这不得出处都比我们优秀 哈哈哈哈 叫过来看看 我们当初的班长有多优秀啊 这 这脸上怎么有水啊 乖子 谢谢啊 彭飞 你什么身份 知乎我非革命会 天阳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 彭飞可是罗生地产的大少爷 你要给他提携 你得掂量掂量自己的身份 我知道了 对不起罗总 哈哈哈哈 事儿 我们同学一场嘛 我不会接你 不过 既然你喊了我罗总 随你罗总 随你罗总 是罗总 你们还真是 一个比一个把架子摆得大呀 西城 我知道 你嫉妒我们 对吧 哈哈 没关系 我不会成就 坐 顾西城 谢天阳 你们两个给我记住 我们可是看到彭飞的面子上 他给你们机会 别不识台语 我真 别说了 西城 咱们吃完 走点走 西城 我听说 你又被你老婆 戴绿帽子了 哈哈哈哈 还被赶出了家门 当了一个外卖主 这样吧 看在我们多年朋友的份上 给你在我们公司安排个划 不用了 哎呀 果然还是咱们飞哥的 吴西城 你别不识台语 还不赶紧跪下道谢 就是 这做人的 可不那么有礼貌 彭飞 看来顾西城 在你们公司适合的职位 也就只有保安跟保洁了 哎 对 他这种人 也就只配干低贱的工作 哎 顾西城 以你现在的工作经验 我给你留一份好的保洁工作 不过 看在你是我班长的份上 我可以给你多发一千块钱公出 还是罗总的 顾西城 赶紧跪下 不必 我顾西城的工作 你可接受不起 而且我现在有工作 就 不劳烦你了 顾西城 你别不识好歹 叫你那送外卖的工作 还用谎跟介绍不起 你真是吹牛都吹上天了 顾西城 东鼻子上脸 可是要挨打的 你别不识好歹 顾西城 我最后再问你一遍 这个工作 你接受 不接受 我刚才说过了 我顾西城的工作 你介绍不起 哎 天阳 哈哈 你说 我给你介绍的工作 你觉得配不配 不是 我求之不得 很好 很好 顾西城 你看看 学学人家谢天阳 你装什么装 这样吧 天阳 我给你安排一个销售金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不过呀 我有一个销售的要求 路总 您说 不管什么要求 我都能答应你 很简单 现在去在顾西城的脸上 闪三个耳光 这销售金里的位置 就是你 哎呀 这也太简单了 谢天阳 你可走了大运了知道吗 还不赶紧去 谢天阳 这可是你飞黄腾达的好机会 你家人那么穷 你一天要打三份工 你要是这个机会都把握不住 那就没办 你们简直卑鄙无耻 你怎么能用这种事来逼迫天阳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们的逼他 就是 我们罗总可是大善人 给他介绍工作还有错 谢天阳 机会我给你了 至于你能不能抓得住 就看你自己的选择 三秒钟之后 如果顾西城的脸上没有巴掌硬了 这个机会 你就永远失去了 下去啊 快啊 一个大男人磨磨叽叽了 怪不得没出息 西城 我 我真的很想要为风工作 我 我对不起你 我 打得好 顾西城 被自己的好兄弟打耳光的感觉 不好受吧 听着声音就很酸爽 是吧顾西城 你们利用别人的弱点 去逼迫别人 去逼迫别人 这是卑鄙无耻 我一定会做报应 顾西城 你不会真的觉得 我会给谢天阳这种废物 陆总 你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你想耍赖 顾西城 这场同学会 就是为了耍你 这才是我们的乐趣 哈哈哈哈 谢天阳 你也不好了 癫癫癫癫癫你不急 你个外卖狗 也别当经理 哈哈哈 你们也太欺负人了 我 西城 我对不起你 我错了 我不敢打你 我错了 对不起 对不起 哟 你们俩可真是兄弟情深啊 我会让你后悔今天所作所为 你倒不是吓大的 尊敬的各位顾客 这是为你们准备的饭菜 天啊飞哥 这些菜 少说也得几十万了吧 这酒可是法国路易十四庄园特有的葡萄酒 那这酒就要八十万了 黄飞 你也太客气了吧 我什么时候准备饭菜了 不过 我奉 Carl 既然都先认爬 你什么时候准备 我自己担心 你什么时候准备 他自己担心 你我去担心 你有什么时候准备 你自己担心 你来你 这身边 你自己担心 你自己担心 你说 marketplace 这菜明明是我准备的 胡锡成 你在胡言乱什么 你一个穷鬼能准备这么昂贵的饭菜 这啥后悔给你们这块人炸点韭菜 行了你还装上瘾了 你跟谢天阳是一块来的 谢天阳你说这饭菜 到底是不是顾锡成点的 是 锡成来的时候确实在前台给大家养了一桌菜 你还帮着顾锡成开始撒谎了是吧 我没有 你凭什么咋啊 怎么打你们这些下贱的低档人 那还需要看时间吗 就是 罗总的功劳你们也敢讲 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看在我们是同学的份上 我可以原谅你 这种饭菜 我估计这辈子呀 你们也就能占着我的光吃一次 这样 你们也就能占着我的光吃一次 你们两个现在跪下来给我道歉 我或许可以考虑让你们吃一口 看看我们飞哥多大气 顾锡成谢天阳 还不赶紧 喝头道歉 这山珍海味呢 错过了今天这个村儿 我就没这个店了 赶紧 要么跪完吃饭 要不然就赶紧滚蛋 别打扰老子们的养性 我真是为由你们这帮同学感到悲哀 顾锡成 你有点蹬鼻子上脸了 给脸不要脸的人是你们 顾锡成对你们的人 那是有限度的 我看你是不见饭菜不过类 行啊 你不说这肉饭菜是你脸吗 那好 我们下一场买单 我倒要看了 你能不能买得起 是啊 掏钱买单呀 你要是能付得起 我们就相信 老公呀 不如我们和顾锡成打个赌呗 他要是付不起这个钱 就让他跪下磕头 还要给我们舔鞋 大家觉得怎么样啊 哈哈哈 好 弟妹 就按你说的来 顾锡成 你干嘛 我顾锡成的字典里就没有了 不敢两个字 不过我告诉你 这场合约 你数定了 我当真给我跪下磕鞋 哈哈哈哈 口气还挺大的嘛 那我就等着 你的脸子啪啪做些 到时候 给我们舔鞋的时候 还得舔那字细 哈哈哈 服务员 我们买单 最近的各位顾客 本厂消费158万 这是账单 顾锡成 后悔了吧 一百万 一百万 你要跑一辈子外卖 把你那够筷跑断 那咋不够 哈哈哈哈 发发顾锡成 让我们看看你的实力 恐怕你现在满心 都在想怎么逃跑 你要是现在人 我们也不会过多的为难 是吧飞哥 嗯 顾锡成 只要你现在给我道歉 我可以不激情 区区一百万而已 我动作出水桃 也就拿出来 还是我飞隔大气 嗯 锡成 要不算了 咱们道个歉 这可是一百多万 哪有那么多钱 听人劝 吃饱饭 顾锡成 我劝你还是赶快认错 呸 我自量力的东西 哈哈哈哈 敢在我面前装逼 今天 就好好凑凑你的锐气 有呀我顾锡成 顾锡成 哼 图元 你说 这不嘴硬的 你还欠过箱子 这么硬的 服务员 刷 我倒要看看 咱都刷出几个钱 啊 闭嘴吧 我是希望你跟东西下跪的时候 闭嘴吧 还是做梦罢了 到照 一百五十八万元 尊敬的客人 您的卡 本场交费已经买单 请慢用 知道 顾锡成 这一定是假的 这个服务员是你找的托吧 这 我真不识图 那就是你的机器坏了 对 一定是机器坏了 他能付的几钱 你 去拿一个新的过来 你们这些人就是自欺欺人罢了 我看你们就是想耍赖吧 你别凶走 你 赶紧去给我找个新的人过来 拿一台坏的机器 你想糊弄我吗 想被投诉吗 这机器真的没坏 小哥小哥小哥 你不用理这些疯子 你把这些菜一打包 给官员让的孩子们吃吧 这些人渣 我不喜欢你的事 什么 你要撤菜 什么 你耳朵聋了吗 听不懂吗 我买的菜 我想给谁就给谁 我就要撤菜 顾锡成 看来你是没办法放在盐里呢 贝哥 看来我们必须给他点颜色去 说了算 顾锡成 你以为你说撤菜 就撤菜吧 啊 不容 今天的这个菜 我说了不撤 你敢撤吗 这位罗总 我是罗氏地产的 大少爷 你是选择听一个大少爷的话 还是听一个外卫员的 罗少爷 我不肯听您的 这菜我是不会撤的 小哥你不用害怕 我才是付钱的人 那又如此 你由于算外卖的 我还能怕着你 谁知道 你那钱人从哪来的 对啊 顾锡成 您的钱 我们再没有命啊 他不是被老婆给绿了 这一百万应该是分手费的 顾锡成 那你也太便宜了 虽然柳家不如我跟彭飞 但是这分手费 也得个七八百万嘛 他俩外加一套房 就是见人见命 为了吹牛 花出去一百万 我看 你现在 也就是硬撑吧 我就还实话告诉你 就把你们几个人身价加起来 都不及我 顾锡成三分之一 我看 咱们还是别给他废话 你 去把保安喊进来 给我把这个混蛋赶走 我看要赶走的是你们吧 好 既然你这个服务员 不听顾客的指示 我帮你的老板去 找我老板 你老板谁都能见 我可不怕 行 那既然你这么说了 那你就在这儿等着瞧 看我能不能叫人家老板 没 está 你这玩意啊 你这玩意还真是好玩 演戏都做全套了 怎么给你办个奖 BU 不过你这种把戏 我们可不成 留了 去把保安怀上 顾西成今天 必须给我下会是吗 是谁呀老板老板 千千 哟 这有位北城第一美女瞎先签吗 龙飞我记得你俩可是青梅独马呀 他是来找你的了应该 哎呀飞哥 真是好福气呀 美女你好我是 狐狸姐好 前前来这边走 不用 西成你找我来省上 我点这些菜现在不想要了 麻烦你帮我把他们退掉吧 哦对了我已经付过钱了你不用担心 也不要浪费了 也过来让孩子送过去吃吧 对了我另外会给你们运送费 多闹点事啊 还不赶紧把菜退了 等着开除吗 是是 等等 慢着 李小哥 你怎么 晓晓 你可是唐唐千金大小姐 跟顾西成这个臭丧外卖的不在一起 你胡说什么呢 我们家西成哥哥可是 哎 不用告诉他我身份 你还不配置 你还不赶紧按照西成的要求往下退了 晓晓 你知道我对你有好感 我们两家也有一连一 你在外表啊 这么搏我面子 不可怕 真是可笑 你对我有好感 我就要给你面子 你可真会给自己面子 我夏千千最不缺的就是喜欢我 夏千千 还不赶紧退菜 我才是你老板 哎呀 都消消气 冯飞 你也是的 不能因为个顾西成 就是找到千千姑娘呀 不好意思 千千 刚才是我着急了一点 你既然为了我来了 那我们就一起吃个饭吧 我请客 咱们重新点 来来来 千千姑娘 我们坐 不用了 我才不是因为什么罗鹏飞才来 我来 是因为西成哥哥喊我来的 而且 我夏千千正正正声明 我和罗鹏飞没可 我喜欢的人是顾西成 可及将来追求 你 夏千千 我和顾西成 高富帅跟穷酸鬼 你凭什么感觉 罗鹏飞 谁给你的自信 和西成相比 他才是真正的 你们在他面前 什么都不是 顾西成 高富帅 我现在就可以给你做顶级的主宝 你行吗 千千姑娘 你不能正眼说瞎话呀 这小子不仅穷 而是柳家的气序 哈 怎么能跟我们鹏飞比 真眼说瞎话的是你们 西成的财富 可是你们的十倍不值 美女 你肯定是被顾西成骗了 他要真那么有钱 干嘛去送外卖 我们可都是他的同学 他有没有钱 我们清楚得很 夏千千 我不想让你被顾西成骗 哈 不过就是一个被戴了绿帽子的软饭男挂了 有什么值得你喜欢 西成明明很好 被派婚姻的是那个女人 你们为什么要指着受害者 而且西成从来没有吃过软饭 还一直都让人逃 没想到还能有人这么站出来为我说话 千千 虽然暂时不能回报你同样的感情 但是我一定会收货 千千 谢谢你 罗蓬飞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有钱啊 嗯哼 你以为什么顶级珠宝我买不起吗 哈哈哈 你买得起 你以为花了一百万买了一顿饭 你就是不好了 真正顶级的珠宝都是千万金的 你买什么 那我今天又是买得起的 你要是买得起 我们任你处置 对 过去 你要是真的买得起的话 我罗蓬飞被骗了 认识 但是 十个耳光 一个不能吃 而且 我得给我帮您做 好 一言为定 我这次可不会给你任何机会了 谁说什么 呃没说什么 那个 你们要打赌的话 我就当中间人当裁判 谁也别想 好 千千 这次 我就把顾熙成的真面目撕开着看看 罗蓬飞 有时候承认别人比自己优秀 表论的 夏千千 你现在被顾熙成骗了 我暂时不跟你计较 不过 我相信你很快就会改变想法 投入我的怀抱 喂 是万宝堂的经理吗 喂 罗绍 给我挑选一件 你们万宝堂最独一无二的礼物 送到今天的礼物 哎 我马上给您送过去 哎 好好好好好 发了发了 这回转发了 夏千千 你等着 我一定会送你一件 独一无二的礼物 飞哥你可真大胖 那可是万宝堂的礼物 最便宜的一件都要两千万 更何况是最贵最特别的 还得看我们飞哥的财力 胡锡成 你说定了 那可不见 胡锡成 你到底要自欺欺人到什么时候 你难道能拿着处比万宝堂的珠宝 更贵重的礼物 我替你想想 你要想超过万宝堂的珠宝 你得拿到顶级收藏家何宝福的藏品 可惜啊 何老先生的作品 就算是有钱 也不一定能买的 而且我听说 他只会给帝国第一集团的老爷子面 其他人都不好使 顾锡成 你要是想超过 除非 你能拿到何老先生的珍藏品 贝哥 他顾锡成要是能够买到 我现在就喊他爹 哎 那你可以喊啊 我还真就没了 哈哈哈 喂苏管家 要去买 何宝福先生的藏品 啊对 拿最贵最好的就行 我这就通知何先生给你送过去 好 等你 等着吧 一会儿何先生应该就会拿着礼品过来 顾锡成 我知道你想在千千面前装一装 可是 再怎么装也得有个限度 人家何老 凭什么给你面 千千姑娘 现在看清楚顾锡成的真面目了 他不仅是个穷鬼 还是在爱吹牛的穷鬼 千千小姐 你可千万别被他骗了 亏你还是千金大小姐 真是愚蠢至极 被顾锡成耍得团团转了 愚蠢的人是你 我相信锡成 说到就一定会做到 你们就等着按照礼约挨打 小姐 我的礼物马上就要到来 太会儿你就知道 谁才是真心对你的 哎呀 老罗呀 我礼物肯定先到 你闭嘴吧 我不想跟你废话 你觉得 我不相信 病人何宝福特来献礼 请顾先生验收 这怎么可能 你真的是何宝福先生 这 这怎么可能 罗黄飞 你们说呢 老板你了 什么一个亿 顾锡成 虽然你把何老叫来了 但是 这个剑指的一个亿 看你 那你就 蒸大你的狗眼好好看看 我给的给的气 何老 这张黑卡里有一个亿 没有密码 黑茶茶 好呢 尊敬的用户您好 您的账户余额一个亿 一个亿 怎么会有这么多钱 好 既然礼物已经送到 老许告辞了 好了 慢 哎呀 唐飞啊 你好像是输了呢 你说我的礼物都已经到了 飞哥 这到底怎么回事 这顾锡成不就是个球鬼送外卖的吗 你问我 我问谁啊 罗上 您的香料到了 价值六千五百万 你现在送过来有什么用 滚 罗上 我是以最快速度送来的 您该不会 不想要了吧 这你的东西 给我滚 罗上 话可不是这么说的 我们万宝堂的东西 一经离电 盖部退款 如果你今天真的不想要 我会上到我们帝国第一集团 到时候我们总裁拉黑你 活个滚 鸿飞 还是买了吧 那拉黑了就划不来了 哎呀 我说罗总啊 不会连 区区六千五百万都淘不清 你 你胡说什么 我怎么可能付不起 还请罗先生现在给我打 我马上就算 给你 你那个 你那个 我不想再看见你 哎呀罗总啊 罗总 一个亿 六千万 你说的啊 随我处置 就是 罗鹏飞 我可是中间见证人 这场财富的比拼 你们输了 别耍赖了 老公 难道我们真的看见顾锡城的身份了 不可能 一定是顾锡城跟他们合了 达成了什么交易 让他给顾锡城来演戏的 对 肯定是这样的 肯定是你们两个联合起来骗我 今天要好好教训你们 喂 你公司吗 给我安排吃个顶鸡打手 好好教训他 原来是罗总啊 好我这就给你安排 顾锡城 你死定了 你还真是被屁股吃 罗鹏飞 你要是敢动欣赏哥哥 我一定让你好看 别 贱人 我给你脸你蹬鼻子上脸 是吧 怎么 心疼了 罗鹏飞 我会让我爸撤销对你们公司的资助 撤 我本费今天又豁出去了 就算是我死 教训你们这对狗男女 喂少爷 罗宝贝 少爷 少爷 让他走 你们俩还真是抗力情深呀 啊 不过 我可不会输了你的愿 你妈 给我起来 在保镖来之前 亲自都 少爷有危险你们速速集合所有去周小爷 是 罗宝贝 你你这么干什么违法呢 在这块你嘛 太阳 我他妈就是王法 没事吧天阳 罗宝贝 你这样一定会遭到报应的 什么东西 陪我把他们俩押住 什么 要让顾西城给我哥都道歉 放开 混蛋 你会后悔的 是吧 后悔该是你吧 放开他 罗宝贝 你要是不想家破人亡的话 趁早放开了 把你 清清 什么 死到零头了 还在这回应 你以为你是谁啊 王菲 西小哥是帝国集团的第一大少爷 什么 大少爷 晴晴 你是在胡言落语吧 他要是帝国第一集团大少爷 那我的帝国第一集团大少爷他爹 哈哈 我告诉你们 这是你们自作自受 你以为我可别管我手下不留情 我 既然你这么爱说胡话 那我就让你说个够 啊 行 你一定会后悔的 西能呢 这就让你好好看着 我是怎么玩顾西城的 你就是个魔鬼 看看我们北城第一美女 是怎么哭的里头的 啊 你放开 你放开我 你放我 罗宝贝 要撒起初我来 我 好啊 想让我帮过他 跪下 好 我答应你 西城 西城不要西城 左人刘宜仙 罗宝贝 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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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跪好了 哈哈哈哈 哈哈 大膽 敢不让我们帝国第一集团大少爷下跪 呃 出下来时还请少爷输罪 少爷 顾西城真的是少爷 我几个废 还要不赶紧跪下给少爷道歉 苏我家 快 他天后先去医院 你真的是机关第一集团的大少爷 你真的是帝国第一集团的大少爷啊 早就告诉我你 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 对不起 我要是早知道 你的身份 就是给我十个胆子 我也不敢啊 赴我家 给我结合帝国第一集团 经营小组的力量 十分钟内 灭了罗家 不要他家破人物 对不起 先生 对不起 我错了 求你给我一次机会 别让我们落 别让我们落家破身 你现在知道求饶了 你欺辱别人的手 怎么能想到 对不起 对不起 是我错了 对不起 这一巴掌是提天摇满的 狗眼的看人逼瞧不起他 起来 我这一巴掌 是你先见婚的 快要对他图谋物贵 我好好教教你 怎么尊重女性 是你 只要你开心 随便你处置 只要你开心就我 谁小姐 对不起 对不起 我错了 新称 对不起 我错了 你早知道今日何必当处 你犯了错就应该付出相应的代价 苏管家 给我废了落铺飞铺 赶出北城 对 我要当落家 下破神王 是少爷 西长 大夫西西长 饶了我 西长 西长 给我个机会 西长 西长 你们几个 怎么突然捏了呢 西长 不不不不 顾少爷 是我有眼无助 求求你 网开一面吧 西长 在门口羞辱我的时候 你可不是这副嘴脸啊 西长 只要他放过我 我干什么都行 苗苗 自己 也是从地上 你下下爬上来的 你凭什么瞧不起那些小人 行 你这个人 根本不配有机会原谅你 我错了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我让你错了 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给我一次机会吧 西长 你 你 苏家 把他们给我赶出北城 我不想再看见他们 是 还不敢滚 好 西长 我们这就滚 我们这就滚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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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长 他一起走来 西长 西长 对不起我错了 西长 是我错了 我不该 我不该看不起你 西长 对不起 求你原谅我怕 你 你只是怕受到惩罚罢了 那些没有尊重别人的意思 我就算给你十次机会 你还是这个狗样子 啊 让你也尝尝被人深巴掌的滋味 送我家 跟罗宝妃一样 为了扔出北城 西长 我错了 西长 求你放了我吧 西长 我错了 怎么是隐隐刻刻的老东西 都变成这样 西长 让你去医院吧 你们的头还在流血 没事 我没事 什么没事 你别上能了 去医院 走 我没事 真是可惜这件衣服了 算了 凑合穿吧 也不知道天阳怎么样 先找我看看 哎 西长 你起来干什么 赶紧坐下 我真的没事 你没事 你没事 医生能给你开这么多药 我真没事 真没事 你看你这伤口 看着就疼 我给你擦药吧 可以 我轻轻的 我立刻 就 怎么 你 我 你们 什么 我们 当初我们分手是因为我家里人不同意 我找了你好久 现在我们又遇到了 一定是上天给我们的缘分 你们俩是前男女朋友的关系 西城 她是你女朋友 不是 前天只是我朋友 我是西城的初恋女友宠梦蝶 严格意义上来说 我们还没有分手 那又怎么样 你也只是过去式 虽然我现在不是西城哥哥的女朋友 但不代表以后不是 我正在追 我去看看天阳怎么样了 不行 你说上了不能乱跑 初医生 你先出去吧 西城哥哥这边有我照顾 你是医生 还是去照顾别的病人吧 对 别耽误你工作了 不会西里城 我就是你的主治医生呀 你胡说 西城哥哥的主治医生 明明是个兔兔大叔 妹妹 你这样说话 是不礼貌的 那位医生已经下班了 现在我是西城的主治医生 我现在要给病人换药了 你先出去吧 谁是你呢 我不出去 我来给西城哥猜想 专业的事还是交给专业的人比较好 行了先别撑了别撑了 倩倩你要不先出去吧 还是让孟爹来吧 他毕竟是专业医生了 西城 哎 不行了 不行 灰尔疼 你忍着点 我刚刚才知道 你这个印象 苦 你不会 疼吗 我 你疼吗 是西城哥哥 要是去看你朋友吧 哦哦 是得看看他 你好 哪位 喂 孟迪 哎 我来接你来了 顾衡 我都说了我不喜欢你 你不用来接我下班 哎呀 好了 好了 啊 我知道你们女人啊 就是喜欢口是心非 你心里是有我 啊 行 不用说了 我知道你在哪 我现在就来接你 喂 喂 怎么办呀 西成 有个男的一直骚扰我 你能不能当我男朋友 帮忙我 什么 你让西成当你男朋友不行 就假装一下 也可以吗 倩倩 行 我当你男朋友 西成哥哥 你怎么能 哎 倩倩 我们也不能看着孟迪 被不喜欢的人骚扰吧 妹妹 一会儿你不会拆穿吧 倩倩肯定不会的 倩倩那么善良 是吧 当然了 班里 孟迪 我来接你了 顾衡 我说了不用你来接我 我男朋友会陪我回家的 就她呀 啊 她配得上你 顾衡 我说了 这就是我男朋友顾西成 顾先生 我女朋友说了她不喜欢你 请你不要再来操耳了 这样吧兄弟 啊 我呀 给你一笔钱 你配什么 你说什么 这张卡里五十万 哪儿粉的 顾衡 你把我们当什么 顾衡爹 我才是你的良配 顾西成 这五十万也够你潇洒一阵子 啊 别不失好胆 你想拿五十万打发吗 啊 顾西成 你这种穷了私呀 是最爱是大张考 行 我再给你加五十万 一百万 那 哎呀我就是真的搞不懂 为什么你们这些人要白白浪费你们的家世财力 怎么这么没有教养呢 我给你钱你还骂我 是不是老子给你脸了 顾衡 顾衡 我们不会分手的 你别白费嫌疾了 我告诉你 你别以为自己有几个臭钱 就可以随心所欲所欲为 我女朋友既然说了 她不喜欢你 你就不要再来骚扰她 拿着你的臭钱滚 顾衡 你也看到了 我跟我男朋友很恩爱 你走吧 顾衡爹 你们恶心我是吧 啊 我顾家专门送你 嗯 我追求你 你不愿意 你喜欢一个臭屌丝 顾衡 顾衡 你到底要干什么 干什么 命令你俩分手 我告诉你 你没有权利赶上我们的感情 西超 西超 你凭什么打人啊 呦 这房子里面还有这么漂亮的妞呢 不过呀 我劝你少管闲事 她骂我 我自然要打了 你说的都是什么屁话 你打了人还这么理直气壮 姐姐 没必要跟着我没素质的低能计较 你说谁没素质啊 啊 说你啊 你 姐姐 顾衡 你要是再这么无理渠道 我就要报警了 报警 你觉得不会吧 啊 我告诉你 趁心的有机会啊 赶紧跟她分手 不然我一会儿找人打断她的腿 顾衡 你不能这么做 不想我这么做呀 可以啊 你现在呀 乖乖的和她分手 然后跟我走 威胁一个女人算什么关事 你一个靠女人上位的臭臉丝 你装什么呀 我警告你 你再动一下 真的让你别个范子 他 威胁我 给你脸是吗 啊 好 敬酒不吃吃拔酒 让你看看 有我不懂的下车 回吧 给我带几个保镖过来 这儿欲捡个臭屌丝 把这儿装逼呢 啊 好 胡继他 等会看看 誰會變成殘酷 你還真是好笑 你幾歲了有事就找吧 告訴 變成殘酷一定是你 希葉給你臉了是吧 希葉我大女人 你敢打我啊 必然廢了你雙腿 夏千千你激怒他幹什麼 夢見你不用怕我會保護你們的 顧恒 我跟你走 夢見你 顧錫成不是我男朋友 我是騙你的 夢見你 我知道你騙我的 啊 你就跟我走吧 你 夢見你根本就不喜歡他 你為什麼要委屈自己呢 我不想連累你們 我也不想看你變成殘廢 你放心 我現在有能力保護你們 相信我 楚夢見 要是不想看著他被我打殘 現在就給我過了 錫成 你不想看你受到傷害 放手吧 顧錫成啊 連個女人都保護不了 你他們算什麼男人 顧恒我告訴你 你要是不想你們故事集團破產 我奉勸你說話過我腦子 是誰這麼大的膽子 敢欺負我兒子 哎 爸 你來吧 顧恒 你放棄成咱們走 夢見 晚了 你覺得我會放走一個惹了我顧恒的人嗎 顧恒你怎麼能出耳反耳呢 你放開夢見 我警告你 你別逼我對渡手 罵頭小子 你這口氣倒不小 顧錫成 你現在都已經死到零頭了 還不跪下給我道歉 不然呀 我讓保鏢盤的腿硬打了 不要不要 顧恒你放心讓他們走 放他們走 夢見 你不用怕他 好 顧恒 你以為只有你有幫助是嗎 你等著 喂蘇管家 現在就讓顧氏階段破產 帶著人們立馬來醫院 我要讓顧氏父子付出代價 是少爺 你們速速隨我去找少爺 是 管家 我堂堂帝國第一集團大少 難道還收拾不了你嗎 顧其長 第一大少啊 我看你呀 天天就愛白日做夢 這腦子是不是有點問題啊 你要是第一大少 我還是你爹呢 無知的小文 帝國第一集團大少 你都難忘了 真是找死 西成 你胡說什麼呀 你別再吹牛激怒他們了 孟天 你相信我 我沒有吹牛 西成沒有撒謊 他就是帝國第一集團大少爺 你們要是 適早後悔 第一大少是吧 來人 給我把他抓住 我要親自賞他幾個耳掛子吃 不是 不要顧行 我 我給你跪下 你放棄撐他們走 你還是個痴情種 好 你先跪下 我考慮考慮 啊 默契 不用給這人家殺鬼 只要你放棄撐他們走 你讓我做什麼都願意 西成 對不起 我不應該讓你們兩個覺得我其中的 這可是你說的啊 啊 來人啊 給我他帶走 哦 帶到老地方去 孟天啊 等我這塊忙完了之後啊 來陪我啊 你 你什麼意思啊 帶走 哎 孟天 孟天 啊 啊 啊 西成 我 要把他帶去哪 趕直揮我的力 啊 你跟他配嗎 你看他西成哥哥 你一定會後悔的 哦 哎 差點忘了你這個臭娘媽啊 那是啊 把他一塊兒給我帶走 跟孟天關在一起 你放開 你放開 先生 放開我 啊 這種 無能為力的感覺 是不是很好玩啊 啊 吳明 你難道不管管你兒子 要看人家胡作非為嗎 我爸的名字你敢吃虎 你是個什麼東西 小子 誰讓你得罪了我的兒子啊 我現在給你機會 抓緊時間 趕緊跪下給我兒子道歉 否則的話 別怪我對你性能手了 跪下道歉 啊 我看該道歉的是你了 算算時間 你們也該受到公司破產的消息了 還是這白日做夢啊 啊 哈哈哈哈 還真以為自己 是什麼 帝國的第一大少 讓我們破產 我們就破產了 啊 哈哈 小子 你說的每一句話 我們不可能行 趕緊道歉 否則別怪我們對你不客氣 看來你們還是不信啊 啊 羅氏地產的羅鵬飞聽過吧 啊 他的結局 都知道吧 羅氏地產 哎吧 別信他 啊 那什麼羅氏地產呀 那明明就是自己的經營不當 導致最後破產 至於這個羅鵬飞吧 他早都不在這混了 跟他 有什麼關係啊 嚇唬咱們呢 吳之 羅鵬飞的下場 就是你們的下場 我告訴你們 我現在說三個說 你們就能聽到公司破產的消息了 來 我來替你報個時間 啊 3 2 1 電話 啊 哈哈 哈哈 還真有電話 爸 你放心接吧 啊 這肯定是誰啊 又跟咱們談合作了 喂 顧總 出大事了 我們公司股價大跌 股東紛紛撤資 丁單全被撤了 公司破產了 什麼 破產了 爸你沒事吧 啊 你 你這個逆子 公公司破產了 爸 你先別急 這說不定是誰打來抓拼電話 是公司洩密組打來的 這只是個開始 我一定要讓你們付出代價 少爺 少爺你沒事吧 沒事 起來 蘇 蘇管家 我 顧 顧 你 好大的膽子呀 敢戴上你的膩色 還給我們定國第一少爺倒了 不 蘇管家 顧 你是不是活膩了 顧鷹 你還不跪下 顧鷹 顧少爺 師老夫 有眼無珠 出眼無緒 求您原諒 你以為你所有的錯誤 就一句對不起就能過去 顧少爺 您說 要怎樣您才能消氣 顧鷹 你教子無方 溺愛縱容 公司破產算是對你的一個教訓 我希望你以後好自為之 不能呀 公司可是老夫子一輩子巡血呀 你能不能網開一面呀 早知今日你何必當初 至於你顧鷹 說 你把醜夢爹和夏仙姐帶去哪兒了 藏了我別墅去了 我問你 你是不是經常逼迫有人去你的別墅 我 說 你把醜夢爹和夏仙姐帶去哪兒了 藏了我別墅去了 你混賬 哎呦少爺 哎呦少爺我錯了我真的錯了 來人 給我廢了無方的手 我倒要看看你怎麼壞人 不不爸 爸 我不要變成殘廢啊 爸救我 是啊 顧大仗 顧大仗 你已經饒了我兒子嗎 你兒子變成如今這樣 都是因為你的溺愛 你兒子在外面仗石欺人欺負別人的時候 你怎麼沒想著讓他放別人一把呢 動手 啊 蘇管家 叫他們父子給我永遠看出北城 我不想看到他們 是 修航 修航 顧少 蘇管家 快去跟我求夢爹和姐姐 他倆不能出事 是少爺 快走 不是 我 怎麼回事啊 我我們怎麼在一起啊 你以為我想跟你在一起 你不是一個意思啊 門鎖死了 噓噓噓噓 噓噓噓 有人来了 快快快快 哟 那娘们儿还没笑 怎么说 你俩真的是上了上癖 我爷儿真是好父亲 母爷儿 我们不是被顾恒的人带走了吗 这个母爷又是谁啊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啊 他刚说那话什么意思啊 没有电话也没有办法告警 这个名字怎么听起来这么熟悉 母爷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啊 还有西城 知道他怎么样 电话手表 太熬太好了 小姐姐 哦 我想起来啊 帝国集团第一份公司的总裁就叫母爷 哎 报警 报什么警 对啊 我要报警就咱们跟西城啊 哎哟 报什么警 你该担心的是顾恒父子 你胡说什么啊 快有东西还给我 西城哥哥可是帝国集团第一大少爷 你以为区区一个顾恒能把他弄掉 还有 这个地方是西城哥哥的分公司 囚禁我们的是那个叫什么 母爷的 你 你说的都是真的 废话 我怀疑这个公司有什么秘密 是西城哥哥不知道了 我们告诉西城哥哥 让他来救我 顺便调查清楚 少爷 公司周边和内部都找过了 没有千千小姐和孟蝶小姐的云药 不会 顾恒说的不就是这里吗 少爷 您先别着急 技术部已经在调查周边的监控了 尽快吧 好 喂 西城哥哥 是我 我是千千 千千 你在哪儿千千 孟蝶呢 孟蝶没事吧 我们没事 西城哥哥 你快点你的分公司 我们被一个叫五爷的人关在上了 你来的时候是卖调 喂 千千 千千 少爷 你有千千小姐的交集了 千千他们怎么会被五爷关起来 难道 我们分公司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搭 什么 被五爷关起来了 都关起了 我们帝国第一集团分公司 最近有什么问题 这个分公司确实有点问题 最近一年的业绩一直在下滑 老爷想等你回来了之后 然后有时间了再去网查他 好 那就刚好趁有这个时间 过去看看 这样 我现在就安排他们 让他们去迎接你 嗯 不 我们既然要调查公司的话 就要暗中调查 这样 你可以放出消息 说我今天就过去市场 至少 这样的话 千千他们今天是安全的 还是少爷英明 哎 刚好 这几天分公司正在招人 这样 我给你做一份简历 然后您就假扮去求职的求职者 可以 如此甚好 我待会看看这个公司有什么猫你 去吧 是少爷 什么团 没调 西城真的会来救我们吗 放心吧 西城会不会肯定听到我们的来 哟 我的两个美人这么快就醒了 你们想干什么 你们跟孤横什么关系 为什么关我们 什么孤横 我们可不认识 把你们关在这里 证明我们会伍爷看上你们两位了 告诉你们吧 能够得到我们伍爷的情感 那可是你们的福气啊 恩西我呸 这我福气给你要不要 怎么说话呢 别给点不要点 哎 小周 对美人要温柔点 来过来坐 聋了吗 你也让你坐呢 我警告你们 赶紧放我们走 要不然你们会有大 你们这样是犯法的 小美人啊 犯法 这里是我伍爷的鼎吗 一切都是我做了算 真是不要人 据我所知 这是帝国集团分公司 你只是一个聘请的打工人 什么你的地方 真会给自己两个铁锦 不是好歹 你 这么跟我孤爷说话 混你歪了吗 不坐 姐姐 小美人 人长的美人 说的话还真歹毒啊 放开 你放开 不然西城哥哥不会放过你的 放开 西城哥哥 我管他是西城哥哥还是南城哥哥 今天 你们进到我伍爷的地盘 就是我的盘中盘 我不是说不许再手机进来吗 胡爷 这可是您的手机在上 啊 我接个电话 美人我们一会儿再继续啊 谁啊 胡爷啊 口气很大嘛 苏管家 你真会说笑 我怎么敢在你面前成爷呢 你才是我的爷 废话少说 今天我们帝国第一集团大少 要去分公司试试哈 已经在去的路上 你们给我精神点 好好招待 什么 总裁要来 子王 你这个语气 是有什么事情了你呢 哈哈 没有 绝对没有 苏管家你放心 我们一定好好接待总裁 我这就卷了 少爷 这个胡爷好像真有什么事情了你呢 走 去看看他后路里卖什么药 是少爷 该死 这结果药 这破总裁为什么会来呀 小南 快通知下去 让所有的员工做好准备 今天总裁要来我们分公司试查 啊什么 啊什么啊呀 赶紧去 是胡爷 胡爷 这两个女人怎么办 关起来把门锁 绝对不能让总裁知道 放我出去 这些混蛋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听他们的对话 西山哥哥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嗯 我相信你 我们一起等西山过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简章上面的话你能全信吗 那实话告诉你吧 我们公司呀 就是拽在那仓库门口的一条狗 也要给介绍费的 想到保安了 先给介绍费 什么 我来应聘的 我还得先自己掏钱 那当然了 看了你的简历 我就知道你付不起钱 实相的话赶紧滚呀 门就在那 这个规定是你们老板定的 你知不知道这是违法的 你在这张上有什么用呀 这规定你要是不想遵守的话 你可以走呀 这排队的人多的是 你还愣在这干嘛 你快滚呀 别咬我上班的心情 我不走 我要见你们老板 你就是一抽松外卖的 我们老板是你想见就能见的 因为自己是谁呀 我今天要是见不到你们老板 老子就不走了 我起来你个臭屌丝 我告诉你 今天可是我们帝国第一集团总裁 不能视察的日子 要是因为你影响了总裁 对我们公司的评估 我们老板就把你抓去喂狗 那我倒要等着看了 我想知道你们总裁要是知道 你们私自乱收费招聘 会不会把你们分工资总裁先撑 你等着 我现在就去叫保安 把你赶走 去哪呢 这吵吵闹闹的 不知道今天什么日子是不是啊 经理我我当然知道今天什么日子了 这不遇上一个无赖吗 对他 他就一个臭松外卖的 他不然找咱们的招聘简章去应聘 我想把他赶回去他就耍无赖 这你啊 我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 我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 我正经来应聘 是我们做谁 你你这个穷鬼 你这个臭臭屌丝 你还在这狡辩 经理我现在就去玩把他赶走 你以为我怕保安 他是想鸡蛋撞石头 你是大听见了你 那我就想问一下 你们这个不合理的招聘制度 是你定的 还是你们老板定的 我们这个规矩 他 犯得着跟你解释吗 你不就是想得到一份 在我们公司工作的机会吗 行 我可以给你 呦 哎 对 我就是想来贵公司上班 那你给我 十万 我就带你去见面试官 对 这也就是介绍费当中的入门费 掏得起呢 我们就给你放行 十万 入门费 哎呀 两位可真会算计 算计你怎么说话的 你可要想清楚啊 我们公司 可是帝国第一集团分公司 你一个不臭跑腿的 能来这工作 那对你来说 那是公宗要组的事啊 哟 恐怕帝国第一集团总公司 都不知道你们这样子 你给我说话注意点啊 我今天是开心 不然我能有功夫 在这给你浪费口舌 看来这公司经常打着我 帝国第一集团的名声 做这么见不得人的功夫 竟然已经形成了 这么满身体秀化数 怎么样 考虑好没有 那 那 那只能这样 那我就 掏钱呗 那不过 你得保证 我入职以后 赚的肯定比现在多啊 什么话 我当然能保证啊 我大厅经理 别 我还能骗你不成啊 来 那些 把钱转到这张卡上就行了 真是蠢货 又一个上当 这钱真好转 到账一十万元 哈哈 臭屌丝 你舍到了 哈哈哈哈 这逞货的钱就是好赚啊 十万块到手了 哈哈哈 小子 喊保安把他给我赶出去 是经理 你们骗我 那当然了 不然你以为我们经理真的会给你介绍工作呀 我早就说过了 你就是个臭送外卖的刨腿狗 我们公司的保安 太大 好的一个骗子公司 你们不怕我报警吗 哈哈 报警 你报啊 这钱本来就是你自愿给我的 再说了 你来我们公司应聘工作 你不符合面试规定啊 面试不通过 那 你报警有什么用啊 啊 行 那你倒是给我说清楚 我哪里不符合你们的规定 那我说你这人怎么不识好歹呀 行 我就给你明说了吧 我们这儿的岗位那都是明码标价的 保安十万 经理五十万 职位越高 入职费也就越高 明白吗 你们是把别人都当傻子吗 谁来工作会先掏钱啊 我看你才是个傻子呢 我们这儿是帝国第一集团分工资 保安入职后 年收入五十万 经理年收入一百五十万 你说会不会有傻子来付费啊 所以你们从来都是只看钱 从不看人的能力是吗 能力 想问他跟我说能力 能力就是个屁 我最不看重的就是能力 只要你有钱 你想要什么 我们五爷直接给你安排吗 我第一集团分 真是被你们这帮人肯无言成心 哥啊 我也不跟你废话 赶紧走啊 别耽误我们迎接总裁 走 你别给脸不要脸啊 赶紧给我滚蛋 不然我一会真叫保安了 你不需要想要钱呢 行 我给你 带我去见你们老板五爷 什么 你要五十万买经理的位置 得了吧 你看他从头到脚有一个值钱的玩意吗 估计刚才那十万不知道从哪来的 瞧不起谁呢 我说我买得起就买得起 哎呀 你就别吹牛了 你要是有五十万能买经理的位置 我叫你爷爷 那你这剩爷爷要很定 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 非要没事找事是不是 你 既然他尚赶着找死 咱们就让他见识这事 开心 小子 你不是说买得起吗 行 那我就给你一个机会 但是我要看现金 不就是现金吧 我给 别着急啊 还没说完呢 你要是十分钟之内拿不出来五十万现金 你就得跪下磕头认错 同时还要留下一条腿还敢赌吗 否则 我нять del 你真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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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跟你懂 要是我等着你跪下来喊爺爺 做人太嚣张 之后一定会付出担家 这就好似乎你 你真有意义 喂 所管家 还人送五十万现金 是少爷 少爷 您查的如何 问题很严重 你要经营小队的人交个调查信里 所有人都不能付 是少爷 等着吧 十分钟内五十万现金立马送到我 看来这次发生的事一定不行 我得赶紧反复下去 哈哈哈哈 你是演的真好啊 还叫不这样吧 你要是今天被我玩不死的话 我付你钱啊 你每天在我面前表演一段啊 怎么样啊 你说你没钱就没钱吧 非要上赶着找死 嗯 你要是真的有你吹的那么厉害 那预料我们的东西当个保安呢 看你们这群 这些狗眼看人低的人 简直浪费口水 你们只需要记住 今天就是你死期 本时不大口气不小啊你 你现在只能说说大话了吧 到底是不是大话 你等会我就知道 好啊 嗯 我就给你十分钟 十分钟 一到我见不到五十万现金 就等着变残废 经理我现在就去叫法安 让他们做做人的准备 去 含上来 哎呀 现在肠子都毁清了吧 啊 这样吧 我再给你一个机会 你现在给我跪下说 我错了 我就考虑考虑 让保安下手轻一点 怎么样 你以为 我会怕区区几个保安 哎呀 你还是没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啊 我们家的保安那都是一等一的高手 随便一个巴掌都能把你扇飞了 你信不信 公里 我把保安带来了 敬礼好 好 怎么样啊 啊 看看 这体格子 啊 和那手里的家伙 还不求饶 我顾西城的字典里 就没有求饶两个字 好啊 那我今天就打的你只剩求饶二字 等着给我打死这个混蛋 这给你 说话不算话 信用 你以为我真会相信你这个穷鬼的话呀 五十万我可等不及 动手 五十万现金到 请问谁是郭先生 五十万现金你先收 二K 这怎么可能啊 小费小费 你不说的就是个送外卖的吗 简历上就是个送外卖的呀 你应该没钱呀 你不愿意输了 五十万一分不少 flooded 今天你右手 我要改 你没事吧 借ustain 你没事吧 你应该见你不按赌约旅行是吗 我确定 怎么着啊 臭松外卖的 那我怎么样啊 再说一遍 你吼什么 你嗓门啊 你搞清楚这是我的地盘 给我 给我斗手打死他 是谁的 我看你们谁敢动 谁要是敢动一下 我看出谁 哎呀 愣着干嘛呢 他一个穷小子的话你们也信 上个快点 就是他就一屌子 有什么权利开除你们 上个 大可以试试 苏管 现在冻结分公司所有班的工资卡 我说什么时候解封就什么时候解封 你们现在可以试试大可以在你的工资卡 看看能不能刷出一分钱 可能 他他他叫人骗你们呢 上个上个快点 哎呀你们聋 哎 根基哥还是看看吧 我们这份工作来势不易 这个大厅经理我们还是得得起的 嘿 这个骑你爬歪的 不好 真的账户一场 根本打得开 我说了 我说到做到 所以你们谁要是敢动手 我一定开除 哥们 虽然不知道你是何王神圣 这件事我们不管了 你可千万不要开除我们 哎 哎你们回来啊你们 你们 你们可是公司的宝啊 你们不负责任 你们 回来啊 开 这就是你不管农历 不管人皮 花钱买来的人 你到底是谁 我是谁 我是你大老王 苏管家 带人上来 是少爷 是少爷 季哥 你是 我第一集团的总裁 你才反省过来啊 你还真是愚蠢的 不行你是 少爷 起来吧 是少爷 叫人过来 把这家伙的手给我废了 我错了 我错了 总裁 你心情快饿 总裁 总裁 你这小兑 你废不停 少爷 接下来该怎么办 不着急 我们在这动情闹成这么大 我爷还不出来 說我們這個公司經常吵吵嚷嚷的情緒 其他人都懶得下一個 說 你們把夏千千和寵夢爹抓到哪了 宋三我我我真的什麼都不知道啊 你有什麼不知道啊 他有什麼的 再給你們最後一次機會 說 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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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就真是負責招募人員 然後撈一點油水 然後就送到人事經理那兒 我在公司的確見過女的 都都是人事經理親自接待的呀 我真的什麼都不知道了 你 我不知道 我什麼都不知道 我就是把經理打打砸 看這個分公司在武智晨的帶領下 還真是什麼見不得人的事都幹得出來 少爺 我這就把他抓下來 別急 武智晨的舅舅跟我爺爺 都是公司的元老 我而是沒有充分的證據抓武智晨 他舅舅一定會抓住我的把癖 還是少爺考驗舊招 把他給我趕出北城 我再也不想看見他 是 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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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帶我去人事經理辦公室 什麼該說什麼不該說 你自己清楚 我會好好表現的 蘇管家 是 你在這裡隨時待命 有什麼情況我會叫你 試試 試試試看 劉總 這是今天的應聘者 他 交了五十萬應聘經理的位置 想應聘經理的位置 你還得值回一百萬點 什麼 還要錢 賢貴就滾 不過 還有另一個辦法 什麼辦法 辦法就是 你送一個美女進來 這還真是個好辦法啊 哈哈 男人的樂趣嘛 無非就是錢權和美女吧 好 那 你們到底用什麼藉口 讓他往你們拉人啊 哈哈 你只需要把人送進來 辦法我們的自由 那這個 那這個是您的主意 還是你們老闆伍之城的主意 敢 敢知乎我們伍爺的名號 你是不想活了嗎 你還真是條盡忠盡責的狗啊 你敢罵我是狗 你是混你歪了 難道我說錯了 你 這是在幹什麼呢 吳爺 上下邊 吳爺 您來得正好 我正在教訓這個對您大不敬的從面試的 吳爺 小子 膽子不小啊 一個來面試的敢這麼囂張 你聽好了 我叫顧熙成 希望你好好記住 小子 趕緊跪下來 我們伍爺道歉 原來沒做錯事 憑什麼跪下 你是真不懂的還是假不懂 敢知乎我們伍爺的名號 這就是大不敬 這就是你道歉的原因 怎麼 你人起姓名不就是用來回笑啊 你 哎 他交錢了嗎 你看他那小專員 他能交得起這麼多錢嗎 你憑什麼覺得我交不起啊 老子只是不想交啊 小子啊 想來我這裡上班 要么交錢 要么交人 不想交給老子滾 吳志成 誰給你權利這麼多的 哎 我問我爺就是天 你說誰給他 據我所知 這家公司不是你的了 你還真是破臉皮啊吳志成 屁不支持敢說這是你的公司 放肆 小子 我為什麼對你太好了 等鼻子上臉 敢這麼和我說話 老公爺 我要你教訓他 有 我的腰啊 煩了煩了 你 來人來的 拔呢 你把下線眼和重目鏡放哪兒了 小子 原來你是被那兩個女人來的呀 你讓我說就說 你誰啊 嗯 你說說 小子 你敢打我 行不行 行不行 我要讓人丟了你的手 這貨也是恩惠恩惠自己的 我可不是你隨便能動的人 你是誰啊 我都不知道上路圈有個叫顾熙斬的人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 我不願意給你告訴我 你把他們倆帶哪兒去了 你用本事殺了我 我告訴你 只讓我出事 我的人 絕不分毀那兩個臭娘們 你 混蛋 小子 我看你也算是有個勇氣 這樣我給你個機會 給我當保镖 一個給你開一萬 夠意思吧 那對 顾熙斬 機會難得 行啊 你以為我會相信一個小人說的話 嗯 嗯 啊 啊 敢被這帝國第一集團在分公司胡作非為 你不配奪公司的角色 小子 你是進就不知吃罰酒 你真以為我午夜是這麼好欺負的嗎 哈哈哈哈 顾熙斬 我告訴你 我們的頂級保安只要一聽到警報聲 他們第一時間衝進來 嗯 小子 你現在求饶 我還能饒你一條狗命 要是非要為了這兩個女人給我撕破臉 我保證你會後悔出身在這世界上 那我倒不看看 你的保安是聽你的還是聽我的 呵呵呵呵 你是不是有病啊 我的保安不聽我的 憑什麼聽你的呀 顾熙斬 顾熙斬 嗯 來給我把這顾熙斬好好教訓下去 顾熙斬看看我的保安怎麼收拾你 是顾熙 你們的銀行卡解封了嗎就敢動手 混蛋 混蛋 你們幹什麼呢 什麼銀行卡 我是你們的老闆 我現在命令你們趕緊給我打死顾熙斬 趕快我動手 誰不動手 扣誰的獎金 還真是可怕呀 那你們這個月獎金可就要沒了呀 怎麼還敢對我動手嗎 秋先生給我解封我們銀行卡 我們不會對您動手 混蛋混蛋 我才是你們老闆 你們這在做什麼 竟敢對著我仇人歸白 我告訴你們 你們現在就開除了你們 我數到三聲 你們要是再不趕我動手 我就開除你們 三二 一一我幫你說 你以為自己現在還是那個呼風喚夜的五爺嗎 嗯 你想開除他們是吧 你可以試試看自己還有沒有這個權 我是總裁 我怎麼沒有這個權力 都起來吧 現在開始聽我的話 我不但會解封你們的銀行卡 還會給你們另外一筆獎金 好 我們聽你的 師誠 你該清楚了吧 現在看來 你的保鏢 可不是你能隨便使喚的動 你 你到底是誰 你幹什麼 我是誰 你是不是忘了你今天要贏街市 替國第一集團總裁 什麼總裁 龍志成 你可知罪 哎總裁 我說了我說了我 你幹什麼了 起來 你沒出息的東西 給我起來 你以為他說總裁 他就是了 可 可 看來你還不信 皮疹 你少懵騙我 我舅舅 是帝國第一集團元老級的大董事 他跟我說 顧家的掌權是顧老爺 你別以為你姓顧 就能冒充總裁了 你還真是枉費我爺爺對你的信任 哼 你等著 我舅舅過來猜拳你 你這個騙子 就等著被我猜拳真面目吧 喂舅舅啊 有人冒充總裁 你快來看人收拾這個人 什麼 敢冒充我們帝國第一集團總裁 我馬上過來 是舅舅 古西成 你就等著被制裁嘛 吳士成 結果未定 你怎麼就敢賭定是你 死到臨頭 你還真硬 你們幾個好樣 將敢背叛我 以後我舅舅來了 把你們大聲殘廢 扔出北城外 這 這 武爺 武爺 求開恩啊武爺 你還真是強頭草 真會見風失落 武爺 都是他 封了我們銀行卡 我們不得不聽他的 古西成 你竟然都有黑殼技術 私自擦通我員工的工資卡 我看你是個人才 一會兒 我給你留個全尸 我說過了 我是總裁 你等著不開除吧 還裝呢 我和總裁都說了 一會兒才到 哼 你要裝總裁 你也不會挑個別的日子 就是 等我們武爺舅舅來了 有你好看的 哼 那我倒是要看看 等會兒是誰會說得成 你 還真是死鴨子之病啊 我們公司就因為有你們這樣的蠢 和惡毒者 才會日間做嚇破爐 哈哈哈哈 你真是演戲演上癮了是吧 你要是總裁 我呢 我就是總裁他爹 來 給我按住他 讓他給我下回道歉 是 武爺 你們真是一向 走 我警告你 要是敢動我 不信銀行卡解放不了 我還會把你們全部扔出北朝 才要的 我們可不能露相 啊對了 也不能讓我舅舅知道 啊是 武爺 看來你反正你舅舅幹了很多壞事啊 當初我公司就不該把你這種貨還招進來 這 當鼻子上臉了是吧 我告訴你了 你現在打我的每一把掌 我故意成功加倍給你們划回去 哈哈 我現在問你 你到底給我道不道歉 該道歉的是你們 你們給我按倒塌 我就不相信 我收拾不了這臭小子 就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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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不道歉 啊 你做夢 啊 啊 死到臨頭還嘴這麼硬 吳爺 身體要緊 別被這兔崽子給氣倒了 臭小子 啊 你快被打死了 還敢嘴硬 你到底道不道歉啊 吳爺 嗯 別跟他廢話了 那保鏢現在就揍死他 好 你們就給我上 誰打最多 我就獎勵誰500塊 是 趕緊給我上 這是幹什麼呢 幹嘛呢這是 哎呀 舅舅 你可算來了 我們正在教訓這個冒充集團總裁的混蛋 誰這麼大膽子敢冒充總裁活膩了是嗎 哎 哎 是 周董 哎 怎麼 周董 是 你也覺得我顧錫成是冒充的嗎 不是 不是 哎 哎 舅舅你幹什麼 你們跪下 哎 快起來 快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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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人 快放人啊 舅舅 哎呀 你為什麼打我呀 他冒充總裁 我還要和總裁有功呢 我不放 我給你放你 滾 滾 你沒事吧 你沒事吧 周董 你這個外甥 可真是個好樣的 不是 不是 是 顧嘴 這是我外甥有樣子 你 你看 啊 你個狗東西 你張死是不是 什麼 他 他真是總裁 是的 他就是 帝國第一集團的總裁 舅舅 這怎麼可能 他就是一個沒錢沒事來過分屋子面試的窮小子 他怎麼會是總裁 哎 你個混蛋 西城就是總裁 古老爺子前兩天卸任 西城就是新界的總裁 我讓你每天多關注關注 公司的事宜 你竟然連這麼大的事情都不知道 你怎麼當的分公司總經理 完了 我 我 我完了 小周啊 你覺得這件事 該怎麼處理 這這這 顧嘴 我知道我外甥今天對您打不敬 他 還請您看在我的面子上 能夠 對他開恩 你還不會想道歉 顧總 我錯了 求你原諒我 是我錯了 你剛才不是挺囂張的嗎 嗯 怎麼這會兒知道道歉啊 顧總 是我的錯 我錯了 我錯了 求你原諒我 你的錯 說 初夢點個小姐姐在哪 我 我這就放人 快快去 把兩位小姐放出來 我這就去 吳志成 誰給你的膽子 你打著我帝國第一集團的名聲 又是買賣職位 又是囚禁女人 我 我 周董 姑媽你還不知道吧 你這個混蛋 你都幹了些什麼 舅舅 我錯了 唉 救救你 救救我吧 唉 吳志成 一個人做錯事情 是要付出代價的 喂 蘇管家 麻煩你代謝人生 我要讓吳志成知道 什麼叫做代價 周董 我本來還錄了音 怕處決了你外甥之後 你臉上掛不住我 怕我沒事找事 但是 他既然把你都喊來了 那你就跟我 我們一起在這看著 看你外甥都做了那些好事 真 怎麼會 真是 兩位小姐 西成哥哥 你終於來了 西成 我終於等到你來救我了 你們先放開我 已經沒事了 我不 我害怕 真是該死 怎麼就栽了呢 不行 我一定要找到機會 去找雷哥 我不能就這麼束手就擒 這 放心吧 沒事了 師父 師父 師父你沒事吧 看樣子 是沒什麼事 錢 錢 穆 我這兒 還有點事要處理 蘇管家 你先帶他買去醫院吧 不用 西成哥哥 我沒事 我可以陪著你 你送我別去 西成 我也不用 我也沒事 你別把我送走 我想陪著你 行吧 蘇管家 是誰 從今天起開出 吳志成 隔除他在我們公司 所有職位 商工文件已經下達 吳志成 你有一些嗎 不會 顧總 你已經肯開恩了 志成 還不客套謝恩 謝顧總開恩 別著急 我可沒說過 就這麼好 都不會 閉嘴 你這是要幹什麼 吳超 你 顧西成 快放我走 要不是他走 我今天不活了 你 你也這樣 你也這樣 我可是你救救 閉嘴 卑鄙 你們這些 自學有道德 有修養的人 我看你們今天 是會和一個 毫不相關的人 放我走 還是會和我一樣 誰叫立書操見 真是 連自己最親的人 都不放過 呸 臭娘們 就知道 看不上自己的男人腰尾巴 真是惡心的頭了 你 我再說最後一遍 你要不放我 要不我和我舅舅 竟然死到這裡 混賬 你快放開周董事 周董事可一直把你 當親兒子對待的 呸 那又怎麼樣 哼 反正過了今天 他也不會認我 我今天要是不博一把的話 要錢沒錢 要地位沒地位 我還不是說算啊 難道在你眼裡 心情不怎麼激情的地位重要嗎 呸 這輩子 往面堂皇的 錢和地獄才是王道 才是該追求的東西 其他的 有了錢 什麼得不到 是 他都報應了 你沒有聽過這句話嗎 好人活不長 活害一千年 呵呵 因為我會怕 放我 要我 我就剩我舅舅 好 我放你走 少爺這 舅舅 你還有點用呢吧 顧錫成 我給你輛車 幫我走 快點 門口有車 我放你走 鑰匙 給他 退後 你跟上來 顧錫成 今日支持我 給你命嗎 這都是你沒事吧 哎 顧錫 謝謝你的救命之難 周董事 快起來 你不用這樣的 這個祭祀 我是真的沒有想到竟然惡毒之詞呀 周董事 你不要太傷心了 有罪 他就是批著人皮的忙 少爺 接下來我們該怎麼辦 那個人事經理呢 周董 你讓他跑啊 算了 等會兒再追他 對了 吳錫成 這個小人對我怨恨在心 還一定會再來找我 給他的車鑰匙你 我把我去撞到電位器 你現在趕緊去追他 是少爺 跟我來 周董事 下一次 再見到吳錫成的時候 我對他 我對他可不會受傷 不行嗎 罷了 罷了 隨便處置吧 罷了 看來周董事被打擊的不輕 這一下 都操勞了 許多 被自己最親近的人 拿著匕首的鞋 任誰都不難以接觸的吧 罷了 不說了 我先送你們回家吧 好 孟婷 孟婷 嗯 你怎麼了 沒事 我就是有點涼 沒事了 我先送你們回家吧 嗯 走吧 喂雷哥 喂 有個大膽子 不知道你趕快興趣 我雷明怕過什麼 你直接說 到底是雷哥 就是氣派 我一會就到你辦公室了 這次保證能讓你賺個大錢 好 我等著 那我們一會見 顧錫成 等著瞧 吳錫成 絕不會那麼輕易被打敗的 少爺 車座我找到了 我們恢復行車技術移 他在一個地下停車場裡 那個伍志成 他最後去找了雷哥 雷哥 對 全名叫雷明 是當地有名的地頭舍 什麼來前快他做什麼 俗話說 強龍不壓地頭舌 我們 要不要從長記憶 我管他是龍兒舌 這次我一個都會放過 那 少爺你有什麼計劃我 我打算 主動出席 好 既然他不出來 那我們就引蛇出動 好 少爺 我馬上去吧 去 雷哥 雷哥 我老弟來了 來 坐 你剛剛說的是什麼大單子 雷哥 找找看 這個人 這小子誰 帝國第一集團 總裁 副家少爺 這看起來細皮嫩肉的 雷哥 綁了他 咱們可都放了 一個億 好 這單子我接 雷哥爽快 誰 哎 吳爺 哎 我是小楠 我還想追隨你 哎 你在哪呢 你在哪呢 我現在在郊區的橋底下 那天趁亂我躲在了沙發底下 我聽顧錫成說是 他要一個人去國外參加一個拍賣會 此行比較保密 只聽說能掙三個億 說完了 事前你打我巴掌 我今天全還給你 把他說的都給我廢了 任後被承 任後我不成意 任後我不成意 蘇果家 再說一 既然已經知道地方了 結合 出發 雷哥 這兩八場 我替孟爹的倦倦打的 我 我錯了 你饒我吧 這兩八場 我替被你口罕的員工打 我 啊 對不起 對不起 完了 我 我 我 送我家 再送這個人家 給我吃包飯 少爺饒命啊 少爺 少爺 我 少爺啊 少爺 舒服 老闆 謝謝 沒事 我們走吧